夜色沉静 次日 耕骨刚刚敲臂 罗氏便领着几个士臂过来 看染炎 染炎正坐在廊下 看院子里一株绿恶眉 见罗氏过来 便起身失礼 十七娘 罗氏挥手 让其他士臂都下去 斜着染炎 坐在了廊下的羊毛毡上 秦雪与我禀了前天的事情 你和十郎怎么会 染炎并不隐瞒任何事情 道 简单来说 就是裴景看上了 染美玉的美色 想抓她献给太子 染美玉出卖了我 建议她把我献给太子 后来呢 根本不是老夫人想要见我 是染美玉与裴景 说了我们的意图 他们设下了圈套而已 闪淫把事情 言简易改地概括了一下 罗氏脸色大变 他们用了那种下流的药 把你和十郎放在一起 这手段太卑鄙肮脏了 若真的是出了点什么事 闪云生和染炎的一辈子 就毁了 唐律上也是有明文规定 近亲不许通婚 否则轻则编织 重则流放 就算想法子逃过官府的惩罚 在人前也永远也抬不起头来 前日的事情 罗氏已经询问 前学和尔东诗几遍 也询问了行娘 他们知道的也寥寥 闪云生死活不愿意漏半个字 他那日背下的药太猛 忍了那么久 又是第一次 不知轻重 结果把尔东伤得不轻 事后清醒起来 更是羞愧难当 实在无言面对尔东 只敢在他睡着的时候 偷偷过去看望 而且 闪云生在染炎面前 有那种欲望 纵然是被药力刺激 但也不可改变的事实 令他更加羞愧 不敢面对染炎 可以想见 这件事情 对他的打击有多大 哎 这个没脑子的 罗氏说的 自然是染美玉 既然裴经把他放了回来 他如何不能把事情 与罗氏或染平玉说 总有法子解决啊 戈兰端了江水来 放在两人中间 染炎淡端接着罗氏的话题 哼 他哪里是没有脑子呀 怕是太有脑子了 染美玉的心思 他也能猜到 恐怕是想借着这个时机 正好除掉他这个心头刺 甚至不惜祸害染月生 若是单程的怯懦 染炎也不会对他下狠手 染炎一向认为 无声无息地把人杀掉 是一种仁慈 他是法医又修过心理学 自然知道怎么让一个人 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对付染美玉这种被宠坏了 心肠又恶毒的孩子 根本不需要大动干戈 就这顶小菜 就够他吃上一阵子 至于高氏的反扑 染炎眯起了眼睛 戈兰恐怕早就等候一个时机了吧 想到戈兰 昨天晚上他居然一下子就猜到了自己的意图 并且带了东西过来接影 这样敏捷的反应 染炎庆幸他不是敌人 否则对付起来也只能像对付裴景那样灭口了事 听了染炎的话 罗氏脸色更加难看 他本来对高氏仅有的一点排斥感 是因为郑夫人死后不到一年 染文便娶了高氏 而且高氏还是小门户出身 想必是用了什么狐媚法子勾引了染文 但仅此而已 后来高氏也不曾表现得像别人那样 不断从他们家搜刮财物 见面也表现得大方得体 在罗氏心里的印象也稍微好了一些 有其女必有其母 罗氏知道染美玉小小年纪居然如此歹毒 可见平时是受了身边之人的影响 于是当下便决定 让染平玉立刻送他回苏州 染云生长得俊美 又格外孝顺 性子也极好 事已 罗氏特别溺爱孩子 自己的孩子遭到这样的算计 他实在难以心平气和 缓了一会儿 罗氏才到 昨日萧氏郎来拜访 但你还昏迷着 你叔伯便替你回了 染云这才想起 前日曾说过让萧送来找他的话 他知道我的情形了 这种事情只好往外说 只说你病重昏迷 不过萧氏郎若是想知道实情的话 怕也不难 罗氏道 染云点头 从政府出来就卧床不起 任谁都会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那个局也不是没有破绽 萧送若要查 定然能拔出真相 这次多亏有你 罗氏是真心感谢 他不敢想象 如果染云是个没什么主意的 两人又都被药力作用 结果会怎么样 沈娘不必如此客气 染炎道 罗氏这时才理解 染云生为什么会对染炎特别关爱 除了欠郑夫人的人情 也因为的确值得 至少他知恩图报 你好好休息吧 我让医生来给你开个食补的方子 这些天好好补补 罗氏看着染炎轻瘦的脸不禁道 闪炎微微弯起唇 多谢沈娘 罗氏说笑了几句 正要起身离开 便听见外面吵吵嚷嚷 不禁皱着眉 朗声道 怎么了 有个士币匆匆跑过来道 目光悄悄递了染炎一眼 小声回罗氏道 夫人 十八娘的几个天山士币 过来玄夫人 说是 说是昨夜十七娘 跑进十八娘的寝房 把十八娘刺伤了 流了满她的血 十八娘受到惊吓 现在还在哭 罗氏眉头皱得更紧 虽然 他也恨染美玉歹毒 居然把染云生也算计进去 可是 在府里就伤人 若是染完质问起来 府里也不好交代 所以转头 看向染炎 染炎若无其事地 抿了口水 沈娘何不叫来问问 罗氏顿了一下 道 让他们进来 虚语 染美玉的三个士币 在罗氏贴身士币的带领下 走入院内 怎么回事 罗氏声音威严 对他们吵吵嚷嚷 很是不满 那个叫羽儿的士币 第一个开口道 昨晚十七娘 把奴婢弄晕 跑进寝房里 刺伤我们娘子 我们娘子受了惊吓 现在还抖个不停 哦 罗氏看了气定神仙的染炎一眼 问另外两个士币道 你们也看见 十七娘进屋伤人了 那两人摇摇头 灼浅性色乳群的士币道 奴婢昨晚听见声响 便起踏查看 看见羽儿昏迷在屋内 叫了几声叫不醒 奴婢便想把她抱到榻上 却莫名其妙地晕倒了 你呢 罗氏问剩下那个 灼身闭色罗群的士币 奴婢在榻上 被人用帕子捂晕 约莫是有名要 他言语简洁 罗氏知道 闪炎会一点医术 他有名要 也不足为奇 当下心里就信了几分 沉隐片刻 才问闪炎道 雪七娘 你可有什么话说 闪炎放下杯盏 看向羽儿 你说 我把你弄晕 然后跑进寝房里 刺伤十八娘 羽儿对上她幽黑的眼眸 心底有些打触 却还是闽唇点了点头 你既然晕了 又怎么知道 我进了十八娘的房间 如此的前后矛盾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自己想象着 把事情扣在我的头上 闪炎声音严肃 没有丝毫情绪 内容 也让羽儿不知如何作答 身壁色乳裙的势壁 接口道 十七娘恕罪 只是羽儿竟然看见 是您把她弄晕了 而我们家娘子如今 又是这种情形 羽儿难免要往上面想 反应倒是不满 闪炎没忘了 昨天晚上 蒙婚过关的事情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碧儿 她垂手答道 闪炎问道 你觉得 我的力气如何 你觉得 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地 捂住您的嘴 把你弄晕过去 碧尔微微敏唇 她没有任何证据 如何是用迷烟什么的 闪炎也不需要多此一举 用帕子捂住她 而且她在附近找过 根本没有什么痕迹 她本也不想过来 可听羽儿说 是十七娘所为 她便想过来看看 那个曾经气弱的小女子 怎么会生出 那么大的胆子 而如今一见 果然不同于往日 官府抓人 也是要讲证据的 我不知道 你们为何指责我 但是 碧绿 你告诉他们 我昨晚在哪里 闪炎淡淡地道 碧绿昂首挺胸地 站了出去 愤恨地瞪着几个人 我家娘子一直昏迷着 昨晚醒了一会儿 又晕了过去 我和哥兰一直伺候着 哪有时间 去理你们家娘子 碧绿不怎么会撒谎 但她痛恨染美雨 恨 有时候能成为一种支柱 让谎言变得理直气壮 她说的话怎么能做数 鱼儿压然道 她的意思是 碧绿是染炎的势必 她作证根本不足为心 还没等染炎说话 碧绿便柳梅倒树怒道 就许你诬赖我们家娘子 还不带我作证的 你这是什么道理 你们自家娘子是什么性子 你们还不清楚 是非稍微可知呢 碧绿的言下之意是 说不定染美雨 自己弄了点小皮肉伤 反过来诬赖染炎 但她也没有明说 而是只是对着几个势必后 算不上对主子不敬 几个势必都不再说话 虽然在染美雨身边 尽是好吃好喝 但染美雨对她们并不好 冻着就发脾气 有时候还会砸东西 她们也常常遭迟疑之痒 因此几个人过来 倒也不是非要抓着染炎不放 只是染美雨是她们的主子 主子有了闪失 做奴婢的自然要追究原因 不然这样的失职罪名 足够她们以死偿命 说白了 也就是尽量地推掉责任 十八娘伤势如何 罗氏纵然心里恨得要死 但面子上的功夫 还是要做做的 比尔答道 努比克陶尔检查过 右手臂上有一道一寸长的伤口 已经被包上 心口皮破了 也结痂了 这么点伤口 也不是什么大伤啊 染美雨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 就算真是染炎滑了泄愤 也算不得什么 到时候染完问起来 句是答了就是 罗氏松了口气 他哪里知道 这伤口有多深 在染美雨心里 划下了多么不可磨灭的一笔 罗氏心里不情愿 却还是道 我去看看吧 他转身嘱咐染炎好好休养 便领了几个士币 去储水居 染炎对此事并未放在心上 表面上看来 染美雨身上只是皮外伤 然而 真正威胁性命的伤口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针孔而已 除了那几个势必的指证 再也没有别的证据证明 是染炎所为 如果染美雨还真有胆子说点什么 闪炎不介意再补上一阵 就算死了 也保证不会有人能咽出来 包括刘青松 早晨不久后 容倩便过来看染炎 一见到他 容倩顾不得问前日的事情 满面兴奋的道 来来 我同你说 左长安城可是有大新闻了 而且还有几十年来 难得的一件趣事 哦 何事 看容倩如此表情 染炎也起了兴致 啊 容倩未说心笑 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 道 你是不是知道 非经他们一般顽固 昨晚在一家祭馆里 玩得疯了 今早一片狼角的被人围观 这还不是有趣的 容倩乐不可知的道 有趣的是 祖儿他们一起去祭馆 老宝以为来了大声音 便殷勤招待 等酒过了三旬 都有了些罪意之后 他们竟然命小孙 把竟然都轰了出来 说是要自个儿玩 不要打扰他们 结果到日晒三干 老宝还不见人 便去敲门 这一敲门就开了 容倩卖了个关子 见染颜露出关注的表情 继续道 老宝经营祭馆 按时一年呢 却还是被那场面惊呆了 六个狼狙 都关着屁股 那个地方满是屋 还都流着血呢 容倩怕染颜会错意 说那个地方的时候 指着臀部 说吧 可能觉得自己和一个 未出阁的娘子 说这么露骨的话 有些过了 干咳了两声 但又不愿意 错开这么精彩的话题 便没再直升 等着看染颜的反应 被人玩弄了 染颜问道 容倩倩她毫无羞涩 愣了一下 玄吉便又更加兴致勃勃的道 哪里啊 我听人说 看那个样子 使他们关在屋子里互相玩 唐代并不似未尽是那样盛行南风 尤其贞观年间 对道教的扶持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南风的发展 道教崇尚阴阳说 极力排斥南南这种违反阴阳的结合 因此时下对待南风之事 保持着既不严打也不赞同的态度 所以一般有些身份的人 虽然会把侠迹当作风流运势 却不会把侠玩鸾童 拿到台面上来说 更别提互相侠玩 这种龌龊的事情 闪言并不了解这些 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这么巧合 不可能是报应吧 我琢磨着他们是不是得罪了谁 被人给整了 容倩笑盈盈地看着燃炎 凑近他小声道 是萧氏狼吧 燃炎眉稍微微一跳 哦 有证据 容倩因为知道燃炎被下了药 而他想来想去 觉得裴景最可疑 因此才会怀疑 萧宋是替燃炎打抱不平 事实上 这件事情一早才传出 根本没有被发掘出什么内幕 甩刺而已 这种话也只能私下与你说说 我这事真是萧氏狼做的 恐怕还要好戏看 萧宋表面上凡是留三分 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 可真要是惹毛了他 他都是往死里整 而且不弄得人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绝不罢首 他在朝野名声不错 容易为何这样说 燃炎一道 容倩有些迟疑 在他看来 萧宋看上燃炎 那绝对是势在必得 如果把他的坏处说的太多 引起燃炎抗拒的话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但想回来 燃炎若真是入了萧府 有些事情还是知道的清楚些好 碎道 萧氏狼少年的时候 是金城顽固中的一霸 斗鸡走狗 大家都狠 魂的程度 这飞行可是远远比不上 因他那些手段 实在能用文风放感 也惹出了不少事 后来被宋国公扔到战场上 历历了几年 听说可是真的扔在了兵族堆中 而且还是先锋 回来之后啊 人变得沉稳内眠许多 也从不打架声势 可一旦又把他得罪狠了的 很快便会大祸临头 每每查起来 又总与他没有关系 房间人传 萧宋是煞神转世 我确实不信的 当年的萧宋 和裴景不同之处是 他从不无故地 祸害平民百姓 所谓斗狠打架 也不过是 对与他作对的顽固 宋国公一生 言语律己 为人正直刚义 定然不允许 自己的子孙心术不正 再三教育萧颂而无果 所以圣怒之下 并把他丢到战场上 生死由命 闪淫不禁弯起唇角 看来这些年的历练 只教会了萧颂一个道理 做坏事一定要低调 容倩见他不怕返校 心中也不由暗暗称奇 转而问起了 前日在政府发生的事情 容倩怀疑萧颂 闪淫自然也不会说得太透 只是模模糊糊地说了一个大概 并未提到裴景等人 娘子 香郎君来了 瓦绿从门外进来 容倩暧昧轻笑道 海志志书草草草地就到了 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说着便起身告辞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三个字幕 明镜上